唐太宗李世民最信任的人是谁 既不是名臣魏征 也不是国旗长孙无忌 而是不一宰相马周 说马周 得从另外一个人说起 公元626年 位于长安城大内皇宫北宫门的玄武门附近 发生了一次流去争变 本因战功于危险接不及弟弟李世民的太子李建成 联合弟弟李元吉遇陷害李世民 结果反被李世民所杀 史称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之所以能成为赢家 与一个当时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不无关系 这个小人物名叫长河 汴州俊一人 说的不好听一点 这位是个有奶便是娘的货色 先是参加礼秘的挖港军 然后投考王世冲 后来又成了秦王李世民的部将 在为李世民工作期间 这位殷功获得了一个重要职位玄武门守将 这个职位如此重要 以至于把魏征都惊动了 当时的魏征是太子李建成的谋士 他见太子与秦王的矛盾越来越大 预感到兄弟俩早晚要摊牌 便劝李建成早做准备 这个准备之一 就是收买玄武门守将长河 把他培养成心腹 对于有奶便是娘的人来说 这种收买肯定很容易成功 何况收买他的是太子 别人想巴解都巴解不上呢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种靠收买产生的友谊 是最靠不住的 因为一个人既可以被这个人收买 也可以被那个人收买 谁出的价钱高 谁愿意付出的利益大 这个商品就属于谁 与拍卖是一个性质 所以 当李世民决定被水一战 他想起了自己过去的这个部将 亲自去暗访 长河 长河决定站在他这一边 对于这次暗访 有关史料的说法是 长河看出了其中的厉害 决定助李世民成事 但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 如果李世民对他没有许诺 让他觉得跟助李世民 将有更多的肉质 估计 长河也不是那么好骗的 要不就是他确实认识到 李建成不够格当皇帝 而雄才大略的李世民 才是当皇帝的料 帮李世民上位 既有利于他个人 又有利于国家 无论怎么样 李世民的这次暗访 没有白跑 于是 趁李建成和李渊吉 经玄武们一同入朝之机 长河把玄武们关得死死的 把那两位和他们的几千手下 隔离开来 使他们在政变发生时 无法得到救援 这样一来 李建成和李渊吉 就成了没有外壳保护的穿山甲 被李世民一口吃掉 李世民变身为唐太宗之后 长河因公升为中王将 长河是武将出身 没多少文化 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因为没读过多少圣贤书 所以脑子里就没那么多条条框框 比如 一仆不是二主之类 这可以用来解释他有哪边是娘的行为 坏处是当需要他拿笔赶紫的时候 他就傻眼了 比如贞观五年 李世民要求每个在朝官吏都要写一篇文章 议论议论时政的得失 长河傻眼了 老子只会五枪弄宝 哪会弄这些 门客马舟劝主人别助击 这篇文章我来替您写 这本是个权宜之计 为了完成任务而已 没想到文章交上去后 李世民看了大吃一惊 因为他明白 长河是个大老粗 他那点文化水平 充其量能把请假条写通顺 可是他交上去的这篇文章 分析之透彻无人能比 其中提出的二十条建议 条条堪称金玉良言 具有极高的价值 与多数大臣呈上来的那些陈词乱调 或者夸夸其谈相比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大惊之下 李世民兴奋的不要不要的 这说明长河这小子身边有高人 这种高人 正是国家需要的人才 他让他老实交代 文章到底是谁写的 长河不敢隐瞒 公出门客马舟 长河的行为 有个行话叫七军网上 在历朝历代都是大罪 不少人还因此丢了脑袋 然而 李世民不但没有责怪 这个七军网上的家伙 还因他为他发现了 马舟这个奇才 而予以中奖 当场次给长河三百匹紧帛 第二年再次卷一百匹 加太中大夫 除延州诸军市 延州金侠系延安刺史 进决武水县开国博 十亿五百户 然后就是一路弹图 从贞观十一年的 受正义大夫 荆州驻军市 行荆州经甘肃荆川刺史 到贞观十二年 六百三十八年的入朝 唯幼屯卫将军 贞观十六年 六百四十二年的 赤修营剑九成功 受左领军将军 再到贞观十八年 六百四十四年的 奉赵领兵于封林等州 黄北薛延驼 兼幼五位将军 贞观十九年 六百四十五年的 受平壤道行军副大总管 直到贞观二十一年 六百四十七年的 除兹州金四川兹州 朱军市 兹州四史 永辉三年 六百五十二年的 千史时节 都督钱思费等 十六州朱军市 前州金重庆 蓬水四史 这个没文化的大老粗 仕途竟也如此顺畅 与上述两大功劳 不无关系 那么这个马州 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以至于深的 唐太宗李世民 如此厚爱 后来又成为 他最信任的 不一宰相了 出生于金山东的马州 与史上众多牛人一样 也是个苦命人儿 从小就成了孤 家里穷得叮当响 喜爱学习的他 虽然精通诗传等经典 学问远近文明 但他自己 却不像别的牛人那样 动不动在朋友圈发 苦难是一笔财富 之类的鸡汤 对他来说 苦难就是苦难 苦难既换不来吃的 也卖不了钱 他更不像那些人那样 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 而总是因贫困失忆 而放浪行骸 导致人们对他 产生的不是尊敬 而是厌恶 虽有一肚子学问 虽年方二时 就满负经轮 见识不凡 却无伯乐赏识 连个养家糊口的工作 都找不到 换了谁谁不郁闷 武德年间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 却是个助教 他的心境 基本上没有改变 依然整天借酒交仇 工作也不用心 多次遭自使斥责 还想不想干了 不想干就滚 滚就滚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马舟愤人离职 却再也没有找到 可以留他的地方 只好在曹 便直接流浪 县令也来欺负他 想怎么侮辱 就怎么侮辱 看来此处真的容不下爷了 那就干脆远走高飞 到长安去 那里才有广阔的天地 然而 长安的天地虽然广阔 却仍然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他只能寄居在一个 小小的旅店中 连老板都不待见他 让他自己照顾自己 老板只顾照顾有钱的商贩 这种待遇也不是第一次了 马舟也不以为意 要了一斗八升九 悠然独饮把老板经得目瞪口呆 这人到底是人还是酒坛子 若不是中郎将长河收留了他 让他当了一个门客 他的命运 也不知会有多惨 李世民做梦也没想到 大老粗长河府中 居然藏了这么一个奇才 马舟也没想到 原本为主分忧的一篇文章 竟然或皇帝如此青睐 也许马舟自己 并未认识到那篇文章的价值 但在李世民眼里 他看到的是一篇 甚和正义的奇闻 所以他想马上 见到这篇奇闻的作者 当天就予以召见 他太急于见到这个人了 在马舟尚未到达期间 居然四次派人去催 直至马舟到来 一番交谈过后 李世民对他不同反响的见解 更是佩服有加 予以甚悦 另执门下省 也就是说 马舟的起步并不高 李世民最初 仅仅是让他在门下省值班侍奉 很可能属于参谋不带长 放批都不想那种 但如此奇才 又得皇帝大人如此上师 不清云直上是不科学的 贞观六年 应奉命初始符合旨意 马舟备受监察御史 其建言大多被李世民采纳 随后又被授士御史加潮散大夫 贞观十五年升任至书士御史 兼职建议大夫 兼教进王府长使 拜授中书侍郎 并成为太子李治的老师 贞观十八年 马舟升任中书令 依旧兼任太子又数子 同年 李世民征讨辽东 太子李治坐镇定州 李世民令马舟和高世联 刘继辅佐 贞观十九年 马舟以本官代理立不上书 贞观二十一年 马舟加迎亲光禄大夫 自从入朝为官后 马舟不但能力出众 更是小心谨慎 认真负责 在工作上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也从来没有受过处分 堪称完人 身受李世民信任 而他短短十多年时间 就从一介不一 官制宰相 军国政令都归他掌管 成为皇帝大人最得力的助手 真是难得 同时这个出身卑微 毫无背景的屌丝 还让皇帝大人 当着其他大臣的面 对他 正若是一天没见到马舟 就想他的狠 我与马舟 暂不见则便死职 又心笔写下 额恩凤凌云 必自于义 古宫之计 承载忠良 赠给马舟 这样肉麻的话 史上有几个皇帝 对大臣说过 李世民最看重马舟的 似乎是他的忠良 而马舟最大的贡献 在于劝谏 他巧妙地禁见医术 还成为后人学习的教材 所以对于他的谏言 李世民采纳率之高 也是前所未有的 比如尽孝上皇 废除世袭 祭祀太庙 严明赏发 畅情绝俭 与民休息 约束藩王 选拔良力等 李世民所做的这些大事 都是马舟劝谏的结果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 当我们再次提到 马舟这个名字 不由的就会想到 他那句名言 临天下者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者 正是一千多年前的 这个不遗宰相 李世民之所以特别欣赏他 还因为他提出的 令人耳目一新的 治国原则 自古明王圣主 虽因人设教 而大药节俭于身 含加于人 故其下爱之如父母 养之如日月 为之如雷霆 补作侠掌 而霍乱不作也 万分可惜 这样一位治国奇才 却患上了多饮 多食 毒尿 乏力 销售的销可病 整年不好 哪怕李世民 亲自为他调药 王太子亲临问病 也不见好转 并且病情日以加重 于贞光二十二年病逝 年仅四十八岁 马舟去世后 李世民为他举行了 最高规格的葬礼 还特别让他陪葬于 自己的招礼 从破格任用马舟 这件事来看 李世民的胸怀之博大 的确非常人可比 如果他不具备 比其他帝王 更博大的胸襟 对弄虚作假的长河 也来个欺君网上 那么马舟这个奇才 可能一辈子 也不过是个门客 甚至于欺君网上的 长河同罪 也未可知 世人常常争论一个问题 是千里马重要 还是伯乐重要 千里马固然重要 但是如果没有伯乐 去发现 那么他一辈子 也不过是一匹普通的马 我劝天宫虫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老天爷做得到这点 问题是 你做得到不拘一格 发现人才 不拘一格用人才吗 我是一员 带来不一样的历史 不拘一格用人才可以 感谢敬变快食堂